五年改建获得全民的高度共识 停改反改势力相当几乎是五五波 不过修法讨论也造成了阶级对立 法案即将在立法院审查 为了围堵抗议的声浪 周遭高危巨马抵御抗议民众 网络就出现了六成的反弹声浪 年金改革终于走到立法院法案审查这一步 但旗舰不但没有消弭 反倒是越积越深 尤其立法院周边聚起层层巨马 要来阻挡抗议浪潮 欢迎询问透过大数据分析 有将近九成的男性关注年改 及年改围城议题 其中35到54岁间中高年龄族群 占51%关注度最高 年金改革虽凝聚社会共识 但也因为高危巨马 引来60%的负贫 对于年金改革的议题 疫情没有那么热络 第一个他们离退休的年龄实在是太远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可能原因 可能因为目前现行的年改方案 当然他们也只是演出可能 八年十年破产 到他们要退休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面临同样的情况 有关年金改革从蔡英文就任之初 就不断宣示势在必行的决心 蔡政府执政将满一年 年改政策终于进到实质审查阶段 社群网络使用者对于年金改革 支持的情况 由49%给予正平 而负平为51% 比例几乎各站一半 年金改革牵涉军公教老等职业别 影响上下世代超过千万人 停改反改各有立场 立员首场公务员退赴战场 审查工房之后 接下来还有教师军人 以及劳工年改 年改争论还有得吵 幻璇综合报导